由於花崗岩懸崖上出現巨大裂痕 幽山美地內的一個熱門趴岩區嫌疑關閉 據懸區稱趴岩區出現的裂痕 位於皇家拱門結構篩質 靠近熱門趴岩路線Superslide 此地懸崖表面在風化脫落後形成了弧線形狀 從而被命名為皇家拱門 經調查該地原本的大石柱在風化的作用下脫落 導致懸崖裂痕逐漸出現 國家公園管理局稱 幽山美地在自然條件下 每年都會出現落石現象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